各位上师 各位同修 大家晚安 今天我们还继续讲 Maha Boe Poromito 心经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Po-ro-mi-do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其实也是环音 也就是这个古环音 古代的这个印度天图的这个音译 那么其中一个多字 这个多字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这个多字就是这个音 声音的延续 就是波罗蜜 这个多是没有意义的 而是一个好像 另外一个虚语 就是说空虚的这个语迹 那么波罗两个字呢 也就是彼岸 就是对方的那个岸 叫做彼岸 波罗就是彼岸 那么密字的意思啊 就是到 到达 那么这个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 到彼岸 拉 那个拉就是多 有到彼岸 拉 那么这个精明啊 这个解释到现在就是 大智慧到彼岸 这个意思啊 好像这本经啊 就是大智慧到彼岸 那么什么是到彼岸呢 就像我们坐船一样 那么有一条河 我们从东岸到西岸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在东岸 那么要到西岸去要坐船 那么坐这一条船 道南那边就叫做道彼岸 那么像我们坐船啊 好像这个要船 叫做什么船呢 就是叫做波叶船 就是智慧的船 那么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人间环绕的这个岸 那么坐上了智慧的船 到了那边就是一种极尽快乐的岸 好 那么总之 这本经的这个意义就快要显现出来了 也就是说 你从烦恼的人间 坐上智慧的船 那么到了这个极乐的佛的那一个世界去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 所谓 到彼岸啊 要到对方那个岸 有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 一般的这个佛礼里面啊 就有谈到六个方法 那么这个六个方法就是最有名的 所谓六度 那么我们这个密教啊 在度众生是很这个特别 很不同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那么以前有一个密教祖师啊 他在这个 在禅定里面啊 在打坐的时候啊 这个由于他本身 你晓得这个藏密的这个佛佛啊 喇嘛啊 他们在这个高山岩地方 很少洗澡 那么身上有很多跳蚤 那么他旁边呢 也有两个这个 就是他的弟子啊 两个弟子 站在他旁边给他示后 这个可能是跳蚤啊 这个佛动得太厉害 这个 咬这个师父的这个 身上的这些血 那么师父就抓那个跳蚤 这个一抓到一只啊 就丢到嘴巴里面 就摇了一下 把那个跳蚤吃掉 跟他身上的血都吃进去 那旁边呢 第一个弟子看到了 他心中想 这个师父啊 很不慈悲啊 因为这个跳蚤是一个生命啊 他那个师父一抓这个跳蚤 就往嘴巴里面咬 这样子的话 这种师父不慈悲 而且是杀生的 这个弟子的念头一产生啊 这个师父就知道 那么这个弟子啊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所以他修法 就永远不能得到很大的成就 那么旁边呢 这个第二个弟子 看他的师父在吃那些跳蚤 他心中也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心中怎么想呢 假如啊 我不当师父的弟子 我假如是他身上的那些跳蚤就好 这个第二个弟子怎么这样子想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师父的手一抓上这些跳蚤 往嘴巴里面一放一摇的话 马上这个跳蚤的灵魂啊 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 就成佛了 这个师父啊 知道这个第二个弟子 心中所想的一切 他马上就弹一个子 这一弹子一下 那个弟子啊 马上就坐下来 握倒 他的心脏马上停止 他的灵魂马上出现在顶 成一个做着灵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法叫做快死不老法 因为很快的死 他不必老 他就可以往生 其实啊 我们假如是当弟子的 知道师父有那种快死不老法 去学到这种法 往生啊 并不是很遗憾的事情 啊 也没有什么享福的 不如写这种快死不老法 啊 密教的这一种到达彼岸的方法 是很special的 是很特殊的 这个在表面上啊 密教的这个上师 在做杀生的工作 把这个跳蚤拿到嘴里面去吃 一吃啊 这个灵魂就超度成佛 这种功力啊 是出于慈悲心的 一种超度的方法 所以他的这个杀生 等于就是慈悲的超度 是相等的 画两条线 杀生等于慈悲的超度 这种法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好 现在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来讲这个道达彼岸 他同样有一个逆宗的佛佛 那么同样的他身上也有很多跳蚤 那么他是这个样子啊 他每天坐在太阳底下打坐 那么就把背上的这些跳蚤啊 好像在背上的这些跳蚤啊 他不愿意杀他啊 他就把他抓了放到胸前 那么把胸前的跳蚤啊 抓了就放到背后 那么很多人看了很奇怪 说佛佛 仁波切啊 你怎么搞的 把背上的跳蚤抓到前面来 又把前面的跳蚤抓到后面去啊 那你身上脚如果有一百零八只跳蚤 你抓来抓去还不是一百零八只吗 啊 那个佛佛讲啊 哎呀 你们不知道啊 我把背上的跳蚤啊抓到前面来啊 把前面的跳蚤抓到后面去啊 他们这个水土不服就会死掉啊 他这个说法也是很奇妙的 他利用水土不服的方法 使那些跳蚤在 他把背上的抓到前面来啊 哎 这里的土壤不同啊 然后他在那边就找东西也 怎么样 结果前面的这些跳蚤都饿死了 他抓 从前面抓到后面去 后面的跳蚤也饿死 这个叫顺身 这些跳蚤同样要死的 一个是被佛佛杀生的 一个是放生的 一个是把他放生 但是放生的一样水土不服还是会死啊 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台湾啊 很多佛教徒 他什么都不做 他最喜欢的就是放生 他到那个菜市场去买那些鱼啊 那些那个鱼啊 去买一些乌龟啊 那么去那个鸟店啊 去买一些麻雀啊 或者什么那个 怎么台湾讲 什么蚝嘴笔啊 总之就是买一些鸟啊 鱼啊 乌龟啊 都去放生 他们是很有慈悲心的 就是这个发心是非常好的 他们做放生的工作 结果他们把一些鸟啊 好像是说这个南部的鸟啊 运到北部来 那么把北部的鸟运到南部去 他都把它一放 这些鸟都死了 他们今天在这个山头一放生啊 明天再来山头看 怎么搞的这些鸟都死在山头啊 满地都是死鸟 啊 因为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 水土不服 因为那些南部的鸟啊 适合南部的气候 跟南部的山头 你把它抓到北部来放 北部的气候不同 这些山头他都找不到自己原来吃虫的地方 结果就通通都饿死 那么再说一些鱼放生的人不明白 这些鱼在台湾的臭水锅能够活的 但是你把臭水锅的鱼拿到干净的这个潭 一放他们就不舒服了 他们就翻身这个鱼渡就翻身就通通都死了 哪一条河沟缠哪一种鱼那是注定的 这个河沟里面有多 哪一种类的鱼能够在这个水里面生存 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区域的 好像哪一个湖里面缠什么鱼 它现在不是啊 哪一种鱼就通通把它倒下去 结果不到第二天那个鱼都冰冻 通通都浮起来 还有专门啊 那些生意人知道你们要来放生 生意人就说 你们什么时候放生啊 他就在那边另外一个地方 再给他抓过来 再卖给放生的去放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杀生等于死 那么放生也是等于死 一样的都是要到达彼岸 那刚才讲了 无论是天下最有福报的人 或者任何一种在强壮的动物 他到最终都要到达彼岸 那么我们做长远的祥 密教的上师 上师啊 不是上师 密教的上师 能够利用密咒的超度方法 使这些生灵啊 能够真正到达佛的那一个彼岸 试想想 不管你是杀生 顺生 放生 什么生都一样 最有功德的 仍然是密教的超度 真正的金刚上师啊 他有时候 他会做一些很那个 很特别的一种事情 那么在密教的礼器经里面 有讲到 有提到的 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 他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 而且全部都是合一佛法的 所以他在杀生的时候啊 也是以慈悲心作为触发点 他在顺生的时候啊 也是同样以慈悲心作为触发点 他在放生的时候 也是以慈悲心作为触发点 这些做法 在密教的礼器里面 都是合乎于佛法的 不过这种做法 必须要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 才可以做得到 每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啊 他是一种神妙莫测的 他的行法 做法 一切的言行也许是神妙难测的 是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密教才叫做一个炎龙的 是真正一个炎龙跟炎满的一个教 所以在这当中啊 他其中有他最深的这个奥妙跟意义在里面 所以在密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行法 在修行的方法里面 有所谓的这个降伏法 其实降伏法也就是一种诸法 那么降伏法的出发点 在密教的上师来说 他也是用他的慈悲心来降伏的事 好 我们今天讲波罗密多 这个意思就是到彼岸了 无论是怎么样子到彼岸 你一定是要到佛的那一岸 也就是这个你已经成佛了 那么你已经成为菩萨了 一定要到那一个岸 而不是到这个三恶道的那个岸 好 我们今天修行 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大家记住 你的修行 要徜养你的慈悲心 你今天来学习 是最圆满的密法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这个圆满密法的这个要义 Hom mani be mih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